萌蜜集军,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残酷,男孩子面临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现在连带着很多儿子的父母也是焦虑满满,所以会经常听到很多父母问,男孩子要怎么样?从小要培养他们什么能力? 孩子不如社会可以生活的从容,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结婚生子,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作为儿子的妈妈,也不断思考儿子的未来 当然也是常问自己,当父母的到底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不管时代如何进步,只要家长从小注重男孩子这几方面能力的培养,等孩子们长大不如社会,怎么混也不会太差 早晚也会感激父母,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身边有很多男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但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父母,如果离开父母,自己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 如果一个男人连着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都没有,你还能指望他能干出大事业 所以,从小父母不要对男孩子太过教惯,什么都替他们做主,学会放手 比如,让孩子自己穿衣脱衣,自己刷牙洗脸 从小时开始,一步步顿略孩子的自立能力,只有都为男孩子以后独立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好好运动的能力 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孩子天生在运动方面比女生更擅长 所以,男孩子的父母更要从小就要好好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 让孩子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培养男孩子好好运动的能力 一方面,这爱运动能让男孩子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 但以后,步入社会,面对工作的压力,就会理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真正的意义 也会明白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另一方面,这爱运动的男孩子,性格会比较积极乐观 以后,步入社会,也更容易面对生活中的磨难 同时,这爱运动的男孩子,在人缘方面也不会太差 主动学习的能力,这个社会日新月底,千变万化 不主动不积极学习新知识的人,注定会被社会淘汰 所以,父母从小一定要培养男孩子主动学习的能力 遇到什么难题,要自己主动去寻找答案 永远保持一颗对筋食物旺盛的求知与个好奇心 这样的男孩子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呢,永远屹立不倒 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作为父母,这集中能力 你培养男孩子了吗? 孩子到底在哭什么? 孩子拉肚子是消化不良,如何判断孩子是否盖不盖了? 孩子挑食不吃饭是什么原因? 一岁真的必须断奶吗? 宝宝怎样才能长到些? 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